王志志是中国篮球三大中锋时代的核心球员之一,2米14的他拥有着柔和的手感和灵活的脚步,早年间正是大致丰富了中国南篮的打法。 只不过岁月不饶人,当年是炸风云的三大中锋,如今都已经告别了赛场,姚明成为了篮鞋主席,大致站上了教练的岗位,巴特尔泽和奥拉朱旺合作开办训练营,三大中锋虽然都已经老去了,不过他们依然在为中国篮球作者贡献,而继承了他们基因的后代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。 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大致的儿子王希林,年仅14岁的他,身高已经超过了1米9,是国内公认的好苗子,大致对儿子保护得很到位,并没有让儿子太多在媒体面前露面。 不过网上还是流传了很多关于王希林的消息,小时候的王希林是一个小胖子,当照片一流出的时候,人们都感到惊讶,都质疑这样的身材以后能打篮球吗? 不过随着小王希林一天天长大,他身上的胎肥已经消失不见了,再加上遗传了他父亲基因,现在14岁的王希林身高,已经达到了1米92,是一个十足的小帅哥。 据说王希林不光继承了大致的身高,同时也继承了大致的篮球天赋,在球场上打球一半一眼,都有他父亲的影子。 就在人们开始议论大致儿子的时候,也有人站出来泼了一条冷水,原因是王希林是2004年在美国出生,所以他是美国国籍,如此一来就,没有为国家对效力的可能了。 面对质疑,大致的回应很很简单,也很霸气,只有简单八个字,放心吧,他是中国人,众所周知,大致当年就因为不闺门,被扣上了卖国的帽子,身受其害的大致,当然不会让儿子重告自己的负责。 既然国籍问题不是问题,大致又是中国历史上,技术最出色的内线球员之一,自然会对自己的儿子倾囊享受,那么王希林是不是就能扛起中国南篮的大致了呢? 其实也不禁然,毕竟王希林今年只有14岁,他未来会选择哪一条路还不好说。 大致也表示过,不会干涉儿子的选择,也就是说如果王希林想打篮球,那大致会给他自己所有能用上的资源,如果王希林选择别的人生路要走,那大致也会举双手赞成。 不过话说回来,要是大致的儿子这么好的天赋没打篮球,那对中国篮球,还真是不小的损失呢,孙家大胜。